大家好 我是混水 欢迎comment like share 最重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小铃铛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金融的黑幕内幕真相和分析的话 也都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 最近我的patreon就教别人如何利用个人理财财机 可以免息分期套大概超过30万左右的数出来 都帮助了很多人在现在一个经济困难的阶段度过难关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我的patreon了解多些 我也都开通了payme的点场和打赏服务 所以也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在早几年我的银根比较松动一点的时候 我就做了一个小小的project就是奖学金计划 因为我自己就读中大 也是中大的毕业生 当时我就读中大的哲学碩士 也都看着中大都经历着一个很tense的社会压力 我真的觉得非常之好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都要帮一帮一些同学仔 和我的师弟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在建制外的奖学金计划 有一些校友都知道我做这一件事的 但是当时我的project的初衷就是 总之那些钱就派了出去先 有需要你就去拿 我也都没有计划有很多很困难的项目 总之你有需要 你证明到你是中大人就OK的 你不需要拿学生证证明你自己是中大人 我们大家会有common language 只要你在中大生活过 读学书 我们大家会有共同的语言 所以我就派了很多的钱出去 现在你叫我再做这一件事呢 我就不行的 因为经济很差 大家可以听我其他project就知道经济有多差 派出去的钱我就没有预计收得回 但是也是那句 鲜花送日首有鱼香 难得还有一些收过奖学金的同学仔 到现在同学都会继续交流 或者我们还会继续联络 今天这位和我们聊天或者给我访问的嘉宾 就是其中一位我们透过这样去建立关系 然后现在亦都在Manchester 生活着 做着艺术工作的 德基 德基你好 你好你好水哥 叫我水仔德基 一叫我水哥 我开始有点不太习惯 因为我们是师兄弟 但是我也觉得你整个人的出身 或者你的生活 都是挺有趣的 甚至乎未必是我论者 会想象得到的 因为我的读者可能就比较是重金融 重商业 味道狼一些 你就很文化了 那你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或者说一下你读书 或者现在生活的一些 或者艺术創作的一些点滴呢 嗯 那我就是在中大读音乐的 那就读完undergrad 之后就走了去英国 读Masters 诶 那其实 说真的我最初是 不是很懂得混水的 那我身边也没有什么 所谓business 或者金融的朋友 我猜我真的认识你呢 可能已经去到我看白兵 那就是要多谢白兵 白兵除了令到你认识我之外 也有很多美女认识我 所以呢 都是要给白兵资金 你继续请问 ok 那接着 接着下一个印象 就已经是 看到你的最悦金了 那因为 我就走去读Music 就其实要花很多钱 那我 我又不知道为什么呢 就是我都是存在家庭长大 那我就 但是又 幸好走进去的音乐系 然后还幸好 这样 又 拿多了个最悦金 就终于去了英国读书 那但是去到读书 就发现 然后 花了很多钱 就认识了 那刚刚就看到 混水 有这个 作语金 那当然是报 那 有师兄 支持一下 那 那接着我就 拿了 拿了奖学金 之后 但我一直都在英国 都是浮浮沉沉 那样 我在那边做很多不同的Music 我主要是做Classical Music 我自己是拉小提琴的 但是我其实读的东西是作曲 那我就 因为我来自家庭 我那时候学俗 觉得我写的东西 其实现代艺术没有人认识的 但是我又觉得我妈支持了这么久 很想写一些作品 是我妈都听了明白 所以我创造的一个approach 就是我想写一些 连我妈听到都觉得有feel的现代音乐 那我就开始做很多很贴地的古典音乐 那我就在Manchester会 搞一些 例如把一些大家都听过的tunes 就arrange了它 然后加一点些现代元素 或者是一个很传统的音乐会 但是放在茶餐厅里搞 又或者是在Gallery里面 搞一些音乐会 然后是被一些完全没有 那些人没有期望到很难听的那些东西 都拿出来玩 那么就 so far我就是在做这些东西 但是就 读音乐呢 我到这一刻 我已经读完不继续两年了 就发现是 真的不太赚到钱 这个 我这么说有趣很差 其实这个觉悟 是不是由你选择的时候 已经有这个解释 其实不是的 我们 我那个 就是为什么 我这样做跟家庭 我都敢读音乐呢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 学了纪念级 读大学之前 我已经可以去教琴了 然后我发现 你教琴一个钟头 都三百四百元了 那我摸着这样的路 我第二天 不准要出来 我继续教琴 其实没有死 其实很多我认识的同学 他们 花很多时间去教琴 其实月入 三四万五是难事 我记得当年 我都是补习 我没有你那么才华还日 我没有任何音乐技能 我都是教ECON 教Math 可能教少少中文 其实都真的可以找到这个收入 不过可能就是因为那种 很短期的收入 就令到 你会觉得可能 未来音乐条路 都会有一些持续性的影迹 但其实我现在看回 譬如我真的 7月1号的时候 我看了Tim Bavishan 他在大会堂做了一个 大会堂 他也是有一堆的童子 童孙和我一起去表演 似乎现在 我的一个既定印象 在香港做音乐 可能他都会 争取表演 但同一时间都会兼顾 教学生的那样东西 相线并行 甚至乎他的学生有机会 亦都会有一个展出 即是表演的机会 我觉得好像是挺 挺是在走这条路 其实这条路 是不是大部分 你和你的同学 都是在走教 和演商场的 一个混合的路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 在香港读音乐 很多都是这样 有趣的地方 不同乐器 会有一些不同的文化 我不是真的 很在圈子里面 我说不到 细节是怎样的 但我所知 例如我们玩弦乐 玩萧麗琴那些 会有一些门派 如果你跟那个老师 和那个老师 是朋友 我就跟你很朋友 如果我们的老师 不是很朋友 有机会 我就不是跟你很朋友 但这种既去学 又去教 是很常见的 每个人都没办法 每一个专业范畴 都有圈子 即是社交圈制 可能你是把一个圈 我就排斥你 或者你是另一个圈 我就当你自己人 这个我想 在艺术圈 民人相轻 更加强 你说到 你听了Timothy Sun 我想他在香港 也算是十分成功的 一个Sexabonist 其实我观察到的东西 就是你在香港 做音乐 其实很特别的 你跟我说 你读音乐 人家有个印象 是问你 是不是要做明星 我读了书 这几年 发现一个 我会见现象 其实是觉得 香港人对classical music 的认知 其实不是很多 多数人接触音乐 都是听流行音乐 但是其实音乐 他没有分到这样的 他其实 你听流行音乐 你都一样有这样的capacity 去听classical music 但是很多人 不认识他 就是因为 在香港的音乐 很商业化 他就变了 其实你去看 Timothy Sun 你看到的poster 其实他也有 他都好像是那些 popular music 那些 Viduals 都很成功的 整个形象 整个 是否一个festival 因为我知道 他们是整个 是嘉靖搞的 一个本地僵 我想 他是整个program 裡面的其中一部分 我理解是这样 因为 王嘉靖也有很多事情 搞的 王子 他也有很多project 而我的一些 我不懂 音乐是一笑不通 我记得当时 我很刺激 一开始他是做一些 很概念性的演出 基本上 就是拉近一些 我不可以用噪音去形容 但就令到你 听觉很有contrast的 我非常喜欢 这些 我很喜欢概念性很强的作品 无论是电影、音乐、艺术品 也是 规定性很强的 他是穿黑衣服 打到自己的人 就像鬼那样 之后就去表演一个部分 后面也有一些音乐 去音乐 这个就是他第一个作品 之后就开始有一些 你很记定印象 就是会听到一些音乐 会听到一些很经典的东西 然后突然之间 又会有一些他的学生 出来表演 然后就开始进入 大家会很耳熟寻常的 一些流行曲的表演 我觉得他就是 由艺术性到一些大众层面 都有遮掩到 这个是他整个program的flow 我也觉得是很刺激的 一开始我接触到很概念性的部分 中间去到classical 我不懂 但是是学的 还有尽量去放开自己的 不敢去embrace 之后去到那些流行曲的表演 突然又好像很熟 这个就是他的program 其实我觉得他们 在香港已经是最接触到 大众的classical musicians 但是其实我有Facebook 跟我的朋友 我有时都会看到他 会留言 就是就算好像他们那样成功 他们都很困难 他们不是那么容易 搞到这件事出来 而搞的过程也都很多很艰难 但是given that 他们已经是 你现在这个时间很成功 也都很 已经有经验搞的人 所以在香港 都挺辣身处 做一个classical musician 那就会回到我刚刚说 就是你end up 很多人为了卫生 就会开始要教东西 那你教东西的问题就是 你用了大部分时去教东西 你就不会练到琴 我给了一些我那时候 读书的资料 那时候我少学到琴 其实我不是很好 那时候我的老师 就要我每日要练五个钟 我已经做不到其他东西了 但是这件事我当时觉得很辛苦 你每日要五个钟 那我们已经做不到其他东西了 但是以我所知 其实大部分很top的musicians 他们都真的要花很长时间去练习 那你要保持到这个水准 是 的确是要每一日 持之二人去做这件事 那我还记得那时候 有个朋友就说 一日五年就自己知道 二日五年就同学知道 三日五年就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是很难用一个musician的深圳 去不教东西 生存不到 又或者只是去做music 去生存到 我见有譬如 我真的不是很好吃这个圈 我也是选了会听一下 有另一位美女Joyce Jern 她都会跟很多流行文化 流行音乐是会有交流 基本上 就是现在线上最一线的歌手 她背后都会有 要音乐的策略 或者换奏等等 都会见到Joyce Jern 的身影 那你就会做一些 conceptual一点的部分 可能我们待会再touch on 你在阿公牙的歌曲 which我会觉得很impressive 会不会就是 其实都会做多些不同类型的prossover 可能Joyce就是跟流行文化 有很多crossover的project 然后音乐也都要跟其他的媒介 其他的专业去做crossover 就变成一种新的形式 新的媒室的media 出来去玩 嗯嗯 我想也是一个大趋势 但我不会说它是一样新的东西 当然Joyce做了很多这些东西 她十分之厉害的 这件事和不同会的合作呢 其实在英国是很常见的 我当时在学校其实都有一样的东西 我们平时听一个管弦乐 整大班人的表演 我记得当时读书 有个同学 他就做了一样东西 就是 他是一个用画画来做主角的乐器 那都是概念的东西 就是我们打算听音乐会 是容易听的 但其实是一个performing arts 你是应该可以看的 是一个体验多过一个活动 那我觉得很常做的 而这件事的确 很容易可以帮到一些 完全没有背景的人去 去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音乐呢 很多人可能觉得 我通常和一些人谈音乐 第一句就会说 我不知道音乐是怎样 我不懂 艺术的东西我懂得一条T 是的 那你就会这样说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 我也觉得其实 艺术的东西就是以人为本的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透过你的 你本身就有能力去 对一些艺术会参加一些关系 只不过是 可能某些topics 或者某些呈现的方法 或者某些声音影像 对你的效果是大一点的意思 那我当时在 在亚公岩 都到 我忘了 它是一个 哇 亚公岩道是近东大街 那个是不是叫做 我自己住香港 我都开始年纪大 突然间对地图 地图 地图 都有一些失忆 总之它就是近柴湾 那里 其实那里是一幢 挺有名的艺术 又不能说是黑 总之是一个地方 因为我曾经在亚公岩道的 那幢桌 其实很废墟 真的完全是 BREXIT 真的是废墟 是 看过一些Graphity Artists 亦都有一些DJ 可能会做一些Performing 在那里打碟 尤其是疫情的时候 那里会再成为一个 比较实比的地方 所以那地方是有很重的艺术 但只有那幢桌 那幢桌之外 你会看到这些 什么卖鱼 是呀 或者一些很Rat Market的感觉 要我理解 那幢桌 现在好像也有一些Renovation 还是有一些新的 可能会拆掉 Anyway 我不知道 但是似乎没有以前 那么多艺术活动 在那里搞 或者你也说一下 譬如当时你在亚公岩道的project 你就作为一个音乐家 你再和一个视角艺术的朋友 去做一个Boss Over 那这种的体验 或者这个project 有没有一些inspiration给到你 又或者你做完这个Performing 之后你会不会觉得 好像英国的人水平高一点 好像可以包容到这些跨媒界的重力 香港的人就差一点 可能还是一些 要慢慢去感受 去了解 去学习的一个阶段 多说一些 嗯 好 那我说一说 我如何去参与这件事 其实是 那件事发生之前的 即一个星期 有人去邀请我 叫我去那里 试试做一些improvisation 因为我之前在英国 我都有和其他那些 musicians 去玩一些 contemporary music improvisation 我想声音就有点像你当时 去听teameth医生 一开始那些声音 可能是草音 但又不知道是什么 但又挺有趣的 那些东西 即不可以用草音 草音好像在贬低别人 但总之它是一些很冲突的 一个音乐的情节 所以我很喜欢的 但我觉得有一些人 是会理解成为是草音 是这样的 我带回头盔才怕是什么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不要亂说 我当然是不认识 但我也不会愚蠢 到贬低别人的 音乐作品 ok 我差一点点 我觉得混水里 不用担心 好像噪音是否贬低 我觉得这是香港人才那么介意 要戴头盔 因为我国人都会说 Noise 他们看Noise 他不是觉得是低 他认识而已 我读书的时候 他有问我们 什么是音乐 哪是草音 最简单的分辨 就是草音是一些 unorganized sound 音乐就是一个 organized sound 但是 你慢慢 艺术发展就可以 如果我的media 就是unorganized sound 那我叫做草音呢 那也是一个 很有趣的想法 我都会直接说 是草音 但是草音不是因为它差 不是因为它难听 而是因为它的Quality 就是这样出来的 这样 那时候我做的事 可能都是有些这样的声音 我那时候是拿吉他去弹 我说回来 那时候是和一个香港的画家 叫做王狮志 那时候我们完全没有夹过 我去了两次的地方 好像刚刚说 我第一次学书去错地方 废墟 没有路牌的 神经病的地方 我找了很久才找到 然后跟他聊了两句 他很有趣的 他们叫Art Jam 那时候我第一次去见面 就是沟通一下 到时候想做些什么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声音 或者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概念 是想用来开始的 那我们都没有的 很自由 那我到真的去表演那一刻 那我那天去到 坐在那 喝一点点东西 接着我就开始乱弹一些东西 黄狮志那时候就在那里画 我随便弹一些东西 我就看着他画 我见他画一条线 我就弹一些比较线的东西 他开始有大一点动作 那我就有大一点动作 所以其实你有implifying 他有implifying 对了 这件事很有趣 因为我觉得艺术真的很容易互相影响 那我那时候 他营造了一个 Sonic World 给他这样的 似是这样 然后他听到声音 就开始去创造 我就就着他创造 我又慢慢去改变这个Sonic World 大概半个小时 就是两个媒体互相影响 同时间创造的作品 到最后 其实他好像还没画完 整幅 但出来后 我看着那幅画 会找到我三十分钟前 我乱弹那些东西的核植出来 整件事就是这样发生 是挺有趣的 这件事我想 我在英国也有做过类似的事 不过就是和笑舞 我在那里有和一些contemporary dance的合作 他们不需要排舞的 他们本身身体已经有很多language 我们就是start with music 任何的东西 我当时有五个人 五个人玩不同的乐器 大家都是听着对方 improvise 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 Dialysis就是听着音乐 又去跳 我们就可以看着他 他跳得激动一点 我们开始 音乐就激动一点 他慢慢想停下来了 互相影响 是对话的 我们平时说话也是 我们总会抓到别人一些phrase 你知道对方可能 来下一步想跟你说些什么 我们开始就会 我们 我当时的improvisation也是这样 以我所知 我没有玩 我没有学过jazz 但jazz其实也是很像的 其实art是可以很自由地创作 不需要有一个框架 不需要有人告诉你 如何是很特别 如何是对 如何是错 我觉得这件事是 它的魅力是 应该吸引到 比现在这些球 是因为你当时的这个活动 Exhibition 或者Performance 就不单止你传给我 因为那个艺术圈子 也有点小 其实你刚才说的 那位画家 他背后也有Curator 他的Curator也传给我 所以我本来是很想来的 但可惜因为我都经常飞 我就迷失了一个chance 去看你的Performance 但是都问一问 就是香港 你见到的那些在场的观众 又或者可能事后有些Evaluation 他们怎么看你这个project 或者general这种 这种音乐和视角艺术之间 结合出来的一个衍生品呢 嗯嗯 我第一身的感觉就是 因为他们很intrigued 他们会觉得整件事很有趣 但是他们不会找到 那些语言去形容 是怎样这件事发生 我觉得是很makes sense 因为艺术有趣的地方 就是有些事 有些ideas 你只是艺术可以说出来 但是语言就表达不到 但是那天呢 我印象中可能有 前面可能有二三十人左右 在那里去参与这件事 看这件事发生 其实我是比我预期中多很多日 我觉得我最初 我离香港去英国读书之前 我觉得真的不会有太多人去 对于现代艺术 对于现代艺术 现代音乐会有兴趣 但是你猜不到有很多人 那一次的表演 原来真的有很多人来参与 参与 那我想部分应该都是 拜无狮子所赐 他应该有一帮 知识的朋友 我叫了一些朋友 有些朋友 他们都没有太大 visual art的背景 他们自己会有玩乐器 他们都来捧牙我 他们都是觉得很有趣的 这件事 所以在场那些 大部份都有 基本的艺术背景 也许是黄狮子的朋友 我估计他们都有 或者你的朋友 可能就是专攻音乐 其实大家都有一些 基本的解释 可能未必认识对方的系统 那个概念是怎样的 我也觉得挺厉害的 首先这里没有办法 可以用语言去呈现 因为那个地方 真的是一个废墟这样的场地 是 找不到路牌 极难找 你走到大概的位置 都是要打电话给狡兽 才能找到在哪里 是 如果这样也可以聚到几十人 其实是很厉害很厉害 是啊 是啊 我真的想不到 比如在你英国那里 现在你就两边走 当然我都很明白 大部份在英国的朋友 都会去香港 英国两边走 你在曼徹斯塔那边 你自己现在很厉害 可以拿到奖学金 不是很厉害 是他自己做老头 然后他还做全球赛 进去英国那边 所以你现在的生活 或者你现在有没有一些想法 未来的发展的路向 嗯嗯 我想可以由刚刚这件事 带过去说 就是在英国的艺术 那些人对艺术的接触度 是高很多 那么我在那里 我现在很想去搞一些 比较贴地的音乐 就是我就是想打击一些 完全没有training 没有background的人 都可以去享用的音乐 这样 我搞了一个concert的时候 没有什么特别的 一些program 是用香港做主题 或者粤语做主题 很奇怪 当日是有几个五外国人 不是外国人 不是外国人 他们是英国人 他们是纯粹看到楼下有个poster 有音乐会 就走进来听 那我觉得很有趣 整件事 原来外国人他们消遣的活动 不是去 不一定要逛街吃饭 不是去看电影 看球 看球就不能跟他比较 英国一定是很多人都看球 但是原来是会有人 平时会找concert去的 会找exhibition去的 我就在想 会不会有些方法 可以令到多些人 去接触到这件事 因为例如 Eventbrite 会不会买广告 不会的 没有所谓 我以前搞活动 可能有Eventbrite 用的时候你会发现 原来有些人 是跟你完全不认识 就会在上面去找活动 我就在想 那些本身对艺术有兴趣的人 就会这样去找 可能有些人 其实他不知道自己对艺术有兴趣 但他从小到大都没有机会接触到 那我就现在 现在开始是在找一些方法 有没有可以 给到这些人去接触到一些艺术 让他不会那么大压力 因为你觉得 我不懂音乐 我要去学景乐器 我才懂 好像很大的门楼 会不会可以 给他们可能去吃个饭 我都已经可以接触到一些艺术的东西 会不会我突然坐下 我看一幅画 原来很漂亮 这幅画很特别 谁知道原来 我已经可以 有些方法可以认识到画家在那里 聊天 我觉得整件事可以 我觉得 我的 vision 可以透过一些东西去 推动它 令到 艺术不再是很利地 只是放在博物馆 只是放在音乐厅的东西 这样 我其实 现在是有和朋友在研究 怎样做一件事 但是 详细的东西 我就不透露 我就想有一个 Grand Open 是 是不是可以在Patreon 再多说一些 Patreon 当然可以再多说一些 不过 我知道你现在有一些 新的project 或者新的idea 但因为你远在Manchester 我未必可以 很容易去支持你 但是如果你又 刚好可能在英国 在Manchester 亦都有一些想法的话 你可不可以留下 你的一个公开的 可以联络到你的方式 有些人可能 pitch你 或者跟你撞 有没有一些新的合作空间 即我开始感受到 就是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去撞出来 是的 譬如我认识那些creator artist 甚至乎你刚才说的一些concept 就是一间餐厅 可不可以刮一张画 是 小字去到这些东西 都是无端端 有些人IG 拼我 然后我就会 跟他有一个 谈谈 然后大家了解了想法 之后 就立即可以roll out 这件事 甚至乎我 卖了一些广告 所以接下来10月我都会参加 马路西亚吉隆坡的一个 挺大型的广东话音乐 festival 今年就是第二年搞的 我都会负责一个小的部分 其实那个小的部分是如何去酝酿出来呢 都是透过对话 社交媒体的大家聊天 可能我post了一些故事 他觉得我的人有趣 然后大家再联系 然后再谈多些 是这样去诱发出来的 或者你都交下一些可以方便的联络方法 等可能在英国的朋友 去和你交通一些东西 好啊好啊 其实我都是用IG 其实我IG一向都是公共的 但我就比较难 很少转 但有重要的东西 我都会放上去 是 所以大家就到这里 可以放在description 我放description 好啊 我放在handle description 我帮你教这个 大家其实随便找我聊天也可以 我在那些check box很活躍 但我很少铺东西 但当我刚刚讲这个idea 有进程的时候 我就会在上面公布 欢迎大家去follow我 或者有什么可以合作的 有什么idea给我的 或者 对了 我很开放任何人去找我 其实 对了 我就放在麻烦问水波 放在下面description 轻松没问题 是 今天也很感谢得基的时间 上来跟我聊聊天 真是 都是一个缘分来的 就是由一个奖学金的program 去到今时今刻 我们还是保持联络 然后你的那个艺术梅 现在我真是一跳不通 但是我都很开心胸去学习 我自己 都是一个九十线的收藏家 所以我也觉得 人就除了欲钱之外 都要有一些精神生活 虽然我都是不停是 做一些跟钱 金融 财经 社会相关的一些内容 但都希望可以带到一些 有趣的角度 或者一些不同层面的内容 去和大家做分享 我们之后会在patreon的环节 就和得基再说多些 可能更加多 可能细围才 应该可以说的一些 topic 希望大家继续多些支持 comment like share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首先希望大家可以多些 CRS comment like share 和按一按订阅的钟 这个是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 YouTube 80元的会员计划 这个80元的会员计划 是会解答大家 所有的问题 所以 feel free去问 我们每一个星期都会解答 你问我们多少条问题 留多少次言 我们都会解答你的 那是非常划算的 你问我们100条问题 我们都会解答你100条问题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pay me code 就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同一时间也都放在comment 和caption那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去打赏我们 还有也都多谢一下打赏了我们的朋友 那我们也都有一个点唱的环节 就是你只要在pay me那里 输入一些你想我们说出去的message 那我们就会透过我们这个平台 就去说出去的了 所以希望大家都善用这个 点唱环节的服务 那也都除此之外 我是有一个patreon的订阅产品 那里面是会爆很多黑幕内幕 和一些独特的独家分析 那甚至乎我现在做的奇人谈 是会找不同的嘉宾做访问 那里面也都会再有一些公开 不方便去说的一些黑幕资讯 都会在patreon那里爆出来 也都有很多的电子书 电子杂志 和很多的精彩内容 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绝密的 爆是非的youtube 那希望大家可以订阅一下我的patreon 那最近呢 我就最受欢迎的内容是说一下 怎样可以帮现在香港人 是可以透过信用卡财技 套到30万出来 那这一招的财技套到30万 之余呢 亦都是可以分期付款 其实是超过30万的 只要你懂得玩的话 那所以也都帮很多现在 有现金周转困难的香港人 就解决了他们一些的燃眉资金 那甚至乎有一些的税项的财技呢 是可以一月的税移到去五月才交的 那也都有这些的巧妙东西 那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订阅一下 那我自己也都有一个fortune inside的订阅产品 那里面就会多些上市公司股票内幕的分析 那至于90后投资经理阿妍呢 我的节目拍档呢 他的投资回报也是非常之厉害的 近年都很轻易会找到一些两三日前买 之后就会爆炸性回报 几十个percent至一倍的股份 那大家如果对于投资 港股或者美股策略上面 是有疑问有兴趣的话 也都可以找一找他 就把握现在这个机会的窗口 那至于联络他的方法 下面就有一张google form 也都有一条google link 在caption和留言那里 都会留下这个google form 那大家可以去找一找他 了解一下他的那道策略 那这个就你们自己私底下联络 那就无需要去经过我的 那我也都相信 今年呢 是一个最重要的机会窗口 那大家一定要把握 这一年的机会窗口 要找多些钱 去做好整个人生的资产 投资的财务部署